今天教会缺乏这个 圣灵好像舌头啊 想改变人的舌头 没有口彩的也开始有口彩了 门徒们带到这个信息 由这个勇气 由这种口彩 由这种能力开始传飞 那时候很多的祭司也开始认识了耶稣 宗教下很多的人认识耶稣 那这种认识耶稣不单单是一种道理 还是一种能力 圣灵将来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带着这种能力 我最喜欢那种能力是从哪里来 他们不是说灵受这种能力 到以后就算了 他们还固定神处理说祷告 他们效法耶稣仍然是祷告 耶稣的话语句句是真实的 说你们手按病人病就好了 拉住这个人 这个人就带到了意志